高雄小港大平鼎一带出现挡门另类奇景 当地不少住户在门前都会拿出木板 甚至搬椅子堆在门口 有的还拿来砖头竹墙或是摆放盆栽 一问之下才发现是因为当地的流浪狗太多了 大家为了防狗入侵才各出其招 一道栅栏挡在家门口 隔壁邻居则是放椅子堆桶子 还有人这样弄 是用木板自己家的小门堵起来 木板卡在门前 这户人家更索性改装打造小花园 明明是进出家里的小门 却另类扎工挡起来 在躲雨可能就会一直住在那边 要有人来他们就逃 气首小门也是不得已 全为了防野狗 都曾经有三十几只 看到那么多我们就会怕了 只几狗狗成群出没 住户说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几只 怎么会不怕 有人家里的花园被野狗擅闯 咬坏洒水器造成困扰 当地紧邻山区野狗多 地形生态短时间难解 还疑似有人喂养 居民为了把影响涨到最低 纷纷挡门房入侵 各出其招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